男人第一次检查妇科疾病 她竟告诉医生 她的右手被女人的灵魂附体了 甚至还经常抓到她的下半身 医生第一次听到这么荒唐的病症 殊不知男人说的都是真的 她的右手里真的藏着一个女人 但她跑遍了医院108个科室 所有医生都觉得她是个神经病 原来就在一天前 大山对小美一见钟情 她立即找机会上前搭讪 可小美却对这个光头没有丝毫兴趣 她正要起身离开 可大山却一把拉住了她 没曾想被误以为是好色之徒 小美一巴掌扇了上去便转身离开 留下一脸尴尬的大山 大山失落地走出了餐厅 可意外却发生了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一辆面包车从她身边飞驰而过 大山回头一看 竟发现小美躺在了马路上 她立即跑上去查看情况 殊不知一旁的广告牌掉落 恰巧砸到了地上裸露的高压电线 强大的电流通过地面的雨水 瞬间流过两人的身体 将大山击飞落到身后的垃圾车 可等她醒来后 却发现小美相视不见了 与此同时 小美已经被路人送上了救护车 医护人员正极力抢救 可下一刻 她的右手突然无力滑落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另一边的大山 竟然感觉自己的右手失控 仿佛有了自我意识 竟然不受控制乱动起来 好在只是持续了几秒 可事后她的右手就没了知觉 好机友却表示 可能是被电的麻木了 过两天应该就没事了 心大的大山觉得也有道理 殊不知第二天早上 大山还在睡梦中 可她的右手竟然醒了 还在她身上到处乱摸起来 熟睡的大山并没察觉到异常 结果被自己的右手给拍醒了 醒过来的大山一脸猛圈 她像往常一样 跑去浴室开始洗漱 没曾想她的右手开始做腰了 竟然想带着她跑路 硬是将大山拖着滚下楼梯 大山连忙用门夹住右手 可右手拿起喷雾喷了她一脸 与此同时 躺在医院成为植物人的小美 竟然脸寒笑意 检测仪也变化异常 医生都被这一幕整猛了 更加猛圈的还有大山 她实在没办法了 拿起靴子要自残 狠狠砸向自己的右手 右手挣扎了一番后 才彻底安静下来 大山顿时意识到 自己的右手绝对是被小美的灵魂附体了 她连忙跑到医院到处挂科看病 可所有医生听完她的描述后 都觉得她精神失常啊 妇科专家还劝她去精神病院瞧瞧 大山知道疾病乱投意没用 只好寻求别的办法 可在回去的途中 不有小美灵魂的右手又做腰了 竟然不允许大山抽烟 大山一巴掌拍了上去 殊不知小美又扇了她一耳光 两人开始互撕了起来 甚至差点发生了车祸 回到家后 大山开始和小美谈判 希望她滚出自己的右手 可灵魂被困的小美 也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回到自己的身体 在小美的指引下 大山来到了她的病房 小美决定用触摸的方式 让自己回归身体 可这简单的办法明显行不通 大山紧握小美的右手 可她足足握了半小时 也是没有任何作用 大山觉得 既然是高压电击导致的这一切 那么就用同样的方式 让小美灵魂重新归位 她找来的一泳除颤椅 可被电流击中的大山 坚持不到一秒就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后 却看见了一个漂亮女护士